10月24日,中共官员在中外记者会上表示,为了加强经济资料保密工作,境外媒体在经济数据发布之前的预测行为必须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打擦边球不行,超出范围更不行。他们并警告说,在中国的境外媒体工作者,不该问的别问。 记者会上,有关单位介绍两个经济资料泄密案,一个是原国家统计局办公室秘书时副主任孙震,因多次泄露统计资料给证券行业从业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另外一个是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人员伍超明,他将合法获得的统计资料泄露给证券行业从业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他们两人都是副处级官员,法院认定他们犯有,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有的境外媒体,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向我经济部门和金融证券企业的从业人员,核对求证他们的预测数据,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对此,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认为,这些官员在接受采访时,如果涉及到国家机密,他们可以选择不说。 如果是在公开场合发表的资料数据,那媒体求证是追求事实准确的必要做法,当局不能因此而做出禁止的限制。 这个国家结论危机有关系,还有维稳,维护稳定有关系吧。 他可能就是说他担心这一个,你看官方媒体他就会报这个虚假的这个数据,那那个外媒的他就会报真实的数据,那中共他本身会担心这一些真实的数据, 泄露出去的话,对他本身正确稳定造成冲击,或者对他的监管造成冲击。 所以他可能抓这两个人就相当于说是杀机害好,镇住这一个他们部门里面的人,就别再泄露秘密了,然后再警告这一个外媒。 中共国家保密局发言人杜永胜没有明确说明,哪些境外媒体泄露了中国的涉密经济资料,不过他提醒这些海外媒体工作者,在中国就要遵守这里的法律。 首先你接触不到中国的国家秘密,如果你偶然接触到了中国的国家秘密, 我给你出一个招,尽快报告,不要碰他,否则就可能有麻烦。 在中国,国家机密常被拿来当挡箭牌,目的就是限制记者的言论,其中属于保密范围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 可以看一下这个美国或者其他国家,除了没有说把这个经济数据当作一种国家秘密来保护的,经济数据,你统计级的数据,这不应该当作一个国家秘密或者是国家安全方面的保护。 他不应该来谴责这个社外媒体做这方面的报道,因为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和新闻自由的问题。 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记者联合会,不久前对揭露洛杏尔外的记者遇害事件发表声明, 谴责中国滥用保守国家秘密法,骚扰和恐吓新闻从业者。 新常人记者秦雪、黄荣、薛丽采访报道。